各位觉得够不够成 各位一个问题 我现在抢了十万块钱 我把人都杀了 所以钱上都有啥呀 有血 现在拿着十万块钱 来报我们后大辅导班 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收钱 说大哥 这怎么 有血 对方说 投血 快点 报名 要赶着扇罗老师看 大家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 收黑钱没有 客观上收黑钱没有 收了 主观上觉得这个钱 是不是来源不明 是 抓起来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各位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因为钱是什么东西 钱是一般等价物 就是我们在收钱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义务去审查这个钱的来路 有义务吗 没有义务 就是如果你为了打击犯罪 那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现金交易 都有可能构成掩饰隐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没有 那这是很可怕 好